我们现在肉身是阿赖耶的相分 我们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 阿赖耶就是个人物 就是个生灭法 所以我们的身跟念头都是刹那生灭 尼勒菩萨告诉我们 一坛纸 三十二亿百千年 单位是百千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也就是说 一坛纸有多少个生命 有三百二十兆个生命 我们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就在眼前看不见 这什么宇宙缘起 宇宙是什么时候缘起的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就在当下了 任音经上佛讲的好 当初出生 随处灭 这是科学家所讲 三种现象的来源 整个宇宙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它是同时发生 看到阿赖耶的起源 宇宙的起源 就看到了 科学家说的大爆炸 讲不通 那么大爆炸的现象 到底是什么个道理 如果我们看看这个世界 这几十年当中 我们自己懂事 十几岁的时候懂事 一直到今天 我感觉到宇宙有膨胀的现象 怎么膨胀的 佛在经上说 一切发重新相声 这七十多年来 自私自利膨胀了 贪嗔痴慢 膨胀了 所以在宇宙上 看到膨胀的现象 这是根据佛法讲的一句话 一切发重新相声 它有个道理在 为什么看到的时候 许多星球 是非常快的速度 离开地球 距离越来越远 这个现象 当然也不是真的 为什么 全是生命法 生命法 就是假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个虚妄 还包括 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 只有一次生命 不是念念生命 念念生命 无常 整个宇宙 是念念生命 这是科学家 这么多年来观察 得到的结论 是一个相思相续相 所以它不是真的 它是无常的 极乐世界 是真常 它那个像 不是刹那生命 到极乐世界 这个相现起 将来 入常即光 这个相就不见了 换一句话说 它这个相 只有 险 跟不险 只有这个现象 当中没有生命的现象 所以它叫争吵 所以它叫争吵 由于是 它叫争吵 是 它叫争吵 它叫争吵